曲恒例 商品 沙坡饭没有火烫的香 这就是沙坡饭了 我们就是很高兴 他们还懂得喝凉茶 我卖的不是油 我卖的是鸡 就是那个味道 鱼园面是国人爱吃的小贩中心美食 这摊传统潮州鱼园面 手艺传了三代人 五十年老刺泡加上传统古早味 大清早就人龙不断 我的名字叫姚光耀 我是在美丽路厨师中心卖鱼园面 我一生出来爸爸就做鱼园面 我八岁开始就跟我的父亲在当口 做鱼园卖鱼园面 那个时候我是从第一做鸡 从碗铁开始 然后再做鱼园 调味料洗碗慢慢伸到做铜锁 最后才接管 四十二岁的姚光耀 一家三代都是小贩 光耀的祖父和父亲 一九五零年代从街边小饭做起 卖过血汤炒果条及鱼园面 祖父过世后 父亲接手鱼园面生意 母亲富唱富随从旁协助 来到樓下来,卖过来把鱼园做 留手来做好的 丢任连个面子来 と赌地方做些草 这次 樓下没在家很难 建设 落后填水 一家多当不至于 老板和一套 没开了 落后填水就不出现了 苦日子终究会过去 1970年代 他们迁入位于马格列通道的 联邦大道小贩中心 远离日晒雨林 以前马格列道它是没有马路的 后来政府新建了一条马路 那条路叫做新路 从那个时候 搬到马格列道的小贩中心之后 需要招牌我的父亲就用新路两个字 以前我会读下午班的 所以早上就去做医院 然后去读书回来 读外卖医院面然后再做功课 那个阶段是很辛苦的 差不多在14岁的时候 我就身做同手的 我开始煮面的时候 父亲赶了我出来七次 因为人太多 他怕我应付不来 也是怕我自己烫到 因为那个水有105度这么高度 直到第七次我跟他说 不要再赶我出来的 然后那时候 我父亲就知道我已经可以了 从街边走入小贩中心 这一摊传统广东凉茶的浓郁香气 已经飘散了八十年 我叫郑幻生 我和我的先生在牛车水大厦 小贩中心经营凉茶摊位 我是李富财 平常差不多十点多 我就来开担 每天都是煮那些菊花茶 凉茶 煮三锅大概三个钟 我是负责卖凉茶的 到晚上大概是八点吧 阿姐 阿哥 阿姐 你要买老汉果的呢 老汉果的方法 我两者在拿 好 好 因为他的茶好喝 一个人喝到一口就不会 喉咙痛也不会吃 好喝 好似乎 这个招牌是很珍贵的 是我的藏工创业的时候 已经留下来了 我的妈妈的故障 我叫她做蒋公 我的蒋公就带着我妈妈 从中国来到新加坡 她是个中医师 然后她就在我们以前叫做戏院街 开个凉茶摊位 我妈妈就跟着她学 怎样去煮凉茶 那个时候很小 我妈妈带着我在街边 我大概是五六岁吧 后来当我的蒋公不在 我的姑婆跟我妈妈两个人 就接手了这个凉茶摊位 后来因为我妈妈年龄也老了 我们看着她很辛苦 所以我们就接下这个担子了 刚刚搬上去 搬上去牛车水仪了 当初换针和老伴放弃酒店的工作 全新投入凉茶摊生意 不知不觉已有二十几个年头 我们是卖罗汉果菊花茶 而且不是很甜的 苦的都是普通的那些清热解毒的凉茶 凉茶我本身觉得它不是一个赚钱的事业 可是就是说三餐稳定 出茶淡饭还是可以的 好啦 这个茶来了 好啊 多谢 多谢啦 朴实无华的凉茶摊 成了一些乐曲同好 相互交流的情感联络站 我本身喜欢唱乐剧 然后也接触了很多票友 他们通常都会来找我 谈论一下乐剧 来这边拿票 早时候偶尔也是会来这边喝一喝凉茶 现在年轻人我看就比较少喝凉茶 这种古早味的东西 我们这一代人都会比较怀旧 比较会欣赏 所以对我来讲 我们能够延续下去是应该不错的 小贩中心的传统美食 不仅传递了国人的情感 还承载几代人的记忆 因此老一辈的小贩 更努力地将各自的手艺 世代传承 竭尽所能 不让传统美味消失 烧煲饭源自广东 以砂锅为器皿 结合火炭烹煮米饭 历史悠久 每当经过传统烧煲饭摊味 一阵阵炭香味 总是呼鼻而来 我是谢广东 我在ABC 专厂小贩中心卖沙包饭 我早上七点 至七点半就要到巴厂拿菜 然后我就开门切菜 炭鸡腌鸡肉 今年七十四岁 外号铁人的谢广龙 从小就和沙包饭结缘 当时家里很穷 小学还没有斗完 我就跑来外面做工 我在金兔巴厂里面 卖这个衣服 跑递牛的 递牛来的时候 我就跑到牛车水那边 帮忙人家做沙包饭 是没有钱的 我帮忙洗一碗 切肉 切腊肠 他说 你慢慢做 熟了 要转行 做吃的 你有一点基础 切广龙 谢广龙二十出头时 靠他向哥哥借的五百元 白手起家 他卖过包典和烧浪 但生意不胜理想 为了扭转颓势 谢广龙改卖烧包饭 却意外打开一条生路 这一卖就是四十多年 我是操作人 我做的方法都是很多人的方法 现在的沙包饭配料 鸡肉为主 有腊肠 云穷 咸鱼 三种 以前的沙包饭 还有腊鸭 现在的人呢 那个腊肉不会吃 腊鸭他说太咸 也不会吃了 我一路来是用火烫的 火烫才可以有这个够包味 你沙包饭没有火烫香 就是不是沙包饭了 用炭火烹煮沙包饭 既烤功夫又费时间 成本也高 在小贩中心已十分少见 但是这几十年来 谢广龙一直坚持保留下来 为了避免顾客久等 他得分两个步骤完成 这个煤气要煮它的水滚 然后 放料了 上火烫 要给它焖 它的烫会 直接喷上去里面的窝 这样就有 沙包味道了 谢广龙的儿子 谢汉忠 自小与烧包饭为伴 他早上先帮父亲完成开档前的准备工作 才去自己的物流公司上班 每当周末晚上 他总会接过棒子 负责掌勺 让父母亲享受难得清闲的时光 我这样帮我的父亲 最少都有十五到二十年 很小的时候 我就帮忙洗菜 洗沙坡 端菜 端沙坡 难道有了一天 我妈妈就说 你一直端都学不到东西 不如学一下煮饭 煮了以后你就有一个技巧在 现在年纪到了做不来了 做不多了 到时孩子继承了就给他做了 小贩文化世代传承 传统美味才得以延续 当大家在深夜熟睡时 姚光耀以起早摸黑开始工作 每天差不多早上三点多四点 就要来开档 每天的工作量就是 熬汤 弄面 泡辣椒 光耀二十多年前 毕业于理工学院 他曾经自创公司 当过产品设计师 熬了几年后 生意不见起色 让他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 我的父亲也来了 那个时候又杀杀 生意也开始下滑 所以我的父亲就跟我说 不然你回来帮忙 那个时候很挣扎 因为我读了这么多书 又是设计师 我前面有点浪费 可是后来慢慢 过了一两年之后 我就觉得 读了三年的书 做了两年的设计 五年 我做鱼园 八岁开始做 做了十多年 所以我平衡一下 我觉得如果放掉鱼园面的话 这个才是真正的放弃 这个才是真正的浪费 光耀在2005年 接过父亲的鱼园面档口 转行当小贩 最初他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摸索过程 做到我接管的时候 很多顾客跟我说 整个味道已经烤了 所以我做的是 就是去访问我的父亲 当初他做的时候 是怎么样做的 然后我的叔叔 他也是做鱼烟的 也是去那边 把全部他懂的东西都挖出来 后来然后再去问老顾客 他们记忆中的口味是什么 然后从那里再调整回来 从那个时候 我就慢慢研究 然后做了这 请我的老顾客吃 当他们一点头之后 我就OK了 就一直留着那个口味到现在 就是的鱼园面 就是只有面跟鱼园而已 很早期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主要超抽的传统面 只有醋跟冬菜 那是为主的 所以我们也不放茄子的 现在外面卖的鱼面 跟我们卖的鱼面是不一样的 外面都卖鱼餅 肉碎 其他有东西 那个时候没有人叫做 面叫鱼面 他们叫做火条炸 炸的意思就是因为餐 西刀鱼会比较硬 番薯鱼比较软 然后我们就餐 这是纯粹鱼肉 我们必须要割掉那个肉 去掉那个皮 然后再刮鱼 这个部分是用人工作的 后来再搅拌那个鱼 把鱼肉变成鱼浆 鱼浆再打成鱼盐 这个部分都是机器化的 到后面剩的鱼呢 因为机器吃不进来 所以才会用手工作 在传统中注入新元素 才能赶得上时代的脚步 走过八十年光景的凉茶滩 为了迎合现代人的味蕾 也做出些许调整 菊花螺汉果不错 明目 甜的 以前的凉茶是有要用性质的 而且比较苦 因为以前工人 他们需要喝凉茶 因为非常的热气 他们劳动力比较多 他们可以接受苦的凉茶 现在比较起来就不讲会喝苦的 所以我们改良了 像我们这样的摊胃 在小贩中心 现在是很少看到了 因为选择可能会比较多了一点 来喝凉茶的人 现在都是中年 或者上了年纪的人 他有一点以前的味道 很传统 因为我喝了十多二十点了 每天来就喝了 我们就是很高兴 他们还懂得喝凉茶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动力 我们继续在这行业里做下去 老摊主多年来的坚持 不但保住了传统老味道 也守住了忠实老顾客的回忆 如果你会吃了人 我就闷到味道很香给你 会吃了一来 老大 你不用太快给我 慢慢来不要给你 所以我也不要大 要小火闷 大概要半个钟头 我已经跟他关注差不多二十年 我是从圣港特地跑来这边的 我就是专门找火炭的沙包饭 才来这边吃 因为它有烧焦味 有一个古早味的味道 专程为烧焦饭而来的顾客 甚至跨越族群 连印度同胞也难忘烧焦饭的炭香味 我已经来自我年轻 因为我生成的地方 并不是所有烧焦饭 现在他们仍然使用烧焦 他们仍然使用烧焦 烧焦 烧焦的味道还在 老爸最骄傲就是 他这个烧焦饭 他平时都跟我讲 这个烧焦饭一定要传下去 叫我赶赶地做 我现在的打算 就是不要让他们做得太多 能休息就休息 毕竟要七十多岁了 所以体力也是有限的 所以我现在是打算 开发它的沙坡法案 把它打出去 食堂里面 要是人家要 我也是会 介绍给全部人 我很放弃 很新旧 只是在我内心里面 不讲出来 每年除夕 姚光耀的鱼园面摊位 总是异常热闹 其实我们潮州人都喜欢吃火锅 我们叫回肉 所以我们也是会吃到潮州鱼园 所以大多数我们老顾客都会来订鱼园 吃过年做一个传统的食品 除夕的前一天 我就要跑去工厂 把鱼园都做好了 送到我们这里 我们就会偷使鲍鱼园 有三十粒 四十粒 五十粒 这是我们的标准 他们一来之后 我们根据他们的手机电话号码 来找他们的订单 排在人龙当中的 不乏光顾了几十年的老顾客 它带回记忆 这些人是很传统的 而且我的儿子也很喜欢 多过三十年 我们想吃 我们也会来到我家 去买 我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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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不让进冬 不让买 爽口 烧 烧 烧 所以我卖的不是鱼 我卖的是鸡 就是 这是那个味道 玛格列到 克林斯丹 有那个鸡 如果父亲 在生前的时候 问我说 不管什么情况下 这个东西不能改 这样 因为你一改,东西就变次了 然后你对不起你的部课 我来小孩接手 我尽量开心了 两个都会放心了 我希望一桌一桌地团落 一桌地团队自己的生物 还是找到未来和他过一年 从中学开始 我就知道我一定会接管这个生意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它已经在我的血脉里了 只是我没有发现 直到后期我才知道 原来这是我的命 我就必须要传承继续做这个东西 我的儿女呢 她们也没有这个计划要接班 我们就是有一天做一天 开开心心地这样就够了 我做这种沙坡饭的东西 全部要坚持了 我做了也有幸运 我也快乐 她们吃了 发育都好 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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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